近年来,到各地旅游时去当地高校转转,感受高等学府的环境和氛围,已逐渐成为很多游客的选择。 随着近期赏花季节到来,不少高校也迎来游客潮,大量外来人员频频进出高校,难免给学校教学和管理带来一些困扰,高校该如何向社会开放的问题再度引起关注。 为应对游客扎堆参观,3月21日至4月4日,武汉大学校门及校内局部区域实行封闭管理。 工作日每天预约限额1.5万人,周末每天预约限额3万人,不接受社会团体预约。 武汉大学的这个樱花呀,除了具有樱花,自己本身的这种美之外,还跟武汉大学本身的美呀,是相得一张相应程序,确实大家都想来。 但是呢,我们武汉大学呢,是教学科研场所,不是景区,所能提供的这种保障条件呢,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只能有限的开放,在这里呀,也希望我们社会公众能够体谅我们,能够理解我们。 据悉,武汉大学内教学科研办公楼和学生宿舍等场所谢绝参观,学生食堂不提供公共就餐服务。 2019年,该校还联合短视频平台,制作了一款樱花语贴纸,借助虚拟技术满足游客临樱花语的愿望,以减少摇数等不文明行为发生。 然而,规定并没能避免武汉大学赏花游客与校园保安之间的冲突事件的发生。 事后,校方发布通报称,冲突原因是游客未按照校方规定在赏映预约系统中预约,并欲强行闯入核心赏映区。 游客是否打扰了学生的校园生活,高校需要向社会开放哪些区域,话题引发了社会热议。 我觉得今年这两年的做法就很可取,就是采用限流的状态,但是的确是因为我住在这里面,的确是很吵。 来学校的游客,它看的肯定也是他们想看的,比如说樱花大道或者是行政楼什么的,但是像有一些办公区或者是教学区,首先它就不适合对外开放,然后如果公众进去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我感觉。 我觉得因为要提前三天预约,这个时间确实是比较紧张的,因为我们来那一天才看到这个。 其实大家都看到风景,看那种人文景观呀,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限制。 我建议呢,就是是不是可以考虑适当地进行限量,我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在我们的入口啊,出口的地方,能不能够数量上面来加以限制一些管控。 据悉,2018年,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就试运行行人门禁规定来管理游客参观。 专家表示,限流,限制开放时间,网络预约,限制开放区域等是众多高校选择的开放方式。 游客他来到这个校园的时候,他的目的也各不相同,有些呢他可能是比如说仅仅是为了锻炼身体,那么这个又现在有很多的高校在他的这个体育馆, 他们会向社会开放,所以他会有一套管理的一套方式的,包括收费啊,或者就是有这套制度在里面的。 专家称,高校的体育场馆、校使馆、博物馆都是向社会开放的重要资源。 目前,中国高校已有数百家博物馆开放,涉及各行各业。 然而,高校开放也伴随着人们对管理上的担忧。 社会人太多了,对学校管理确实不好,但学校的实施,对社会开放这个又是大家国家鼓励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要想保一个度,很困难。 那么,如何适度开放高校,又该如何解决管理难题? 不是说一关了之,或者说采取一种完全,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来完全隔绝社会或者社区。 关键一个问题是如何去引导,然后如何去疏导。 那么,比如说措施啊,还有呢,就是在服务方面怎么样去给游客有更好的一些体验。 当然,毫无疑问的,这些工作都一定会给学校已有的一些管理会带来很大的压力。 但是我想做好了,我们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说,那也是对学校的一种非常好的自我宣传。 专家同时建议,随着游客增多,增加安保力量,多渠道加强校园文化宣传,引导游客参观等是高校开放过程中必要的措施。